高雄市政府社会局连续13年是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G230的活动 不仅号召同仁来体验G28小时 也捐出了一日餐费投入展望会人道救援行动 期望能陪伴国内外疾难家庭及孩童渡过难关 手臂上贴着G2中的标章 是否社会局同仁亲自体验G28小时的感受 因为根据台湾世界展望会公布的资料 全球目前至少1亿多人因为战争通膨及气候改变 正处于G2危机当中 影片中台湾世界展望会前往全球最大难民营 记录当地难民及G2儿童的现况处境堪律 有多达100多位社会局同仁 在副局长叶玉卢的号召下体验G2之外 也捐出一日餐费响应展望会的一日生命粮计划 因为100元就能给予陷入饥饿的孩童一天的温饱 关注到国际的另一个角落也同样有在受饥饿的孩子们 那这也是我们想要去体验就是跟去感受去关怀 还有一些孩子他们在饥饿中 我们希望透过捐款的方式 或者是我们自己实际体验的这样的方式 我们更能够去同理 只要100元就能够去支持难民 他们一天的这个粮食的生活费 所以我们叫一日生命粮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 用100块你就可以帮助他们一天的这个生命粮 那用3000块可以帮助他们一整个月的生命粮 因为战争导致全球难民人数急剧攀升 世界展望会发起全球饥饿回应行动 而台湾世界展望会还设计了一款饥饿线上游戏 参加者透过心理测验 来了解适合在难民营担任的角色 除了提升参与感 也能够为奋力生存的孩子加油打气 毕竟这是离我们很远的生活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款 就是比较轻松的一个心理测验的小游戏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来测试 如果我们是身在难民营里 我们的个性是适合什么样的角色 因为难民营里面是需要一个很专业的团队 一起来协助他们 那你可能是安全官 你可能是司机 你可能是发案配给员 还有比如说像心理师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Rest You Now 市府社会局已经连续13年 参与世界展望会的饥饿体验 今年更邀请许多单位团队加入 同时呼吁市民一同关怀弱势 要将爱心送到高雄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